英国打造全球最大的飞行器Aerlander 本月17号试飞成功 Aerlander堪称空中的巨无霸 身长92米 比全球最大的A380客机还要长18米 外观是飞行和直升机的综合体 在空中盘旋一圈 试飞半小时之后安全降落 Aerlander起飞车 车杂音比飞机或者是直升机小得多 同时不需跑道 可在水面冰沙漠地面降落 8月17号 法国一辆列车在暴雨中以140公里的时速 撞上被吹倒在轨道上的大树 巨大的撞击力使车头严重损坏 车上大约200名乘客 吓得惊心动魄 更造成至少60名乘客受伤 其中13人伤势严重 斯里兰卡最盛大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佛亚节 日前在佛教圣地康体举行 信徒穿上传统服装 在游行队伍中再歌再舞表演炸击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目过于悲上佛亚神龛装饰的美轮美奂的大象